12月15日中午10分 香港銅鑼灣市貿中心發生三級火警 導致一度有超過300人被困天台 大火已於下午40半被大致撲滅 13人不逝送遠就醫 當天中午12時37分 市貿中心發生火警 並於下午1時03分升級為三級火警 據現場被困於五樓的市民提供的視頻可見 目測超過300人正在平台空曠地方等待救援 下午3時許 記者在現場看到 消防人員正升起雲梯 將多名被困人士送回地面 並經由救護車轉運送醫 在當天晚間的記者會上 香港特區政府消防处高級消防區長吳有雙同報稱 起火位置是商場一樓和二樓電表房位置 現場正進行翻新工作 涉及電線起火的情況 但起火原因尚在調查中 在消防員到達現場的時候 現場濃煙密報 樓面面積廣闊 而當時也接到多個求助個案 所以下午1時03分 將火警升為三級火警 起火位置是商場的一樓和二樓的地方 現場正進行翻新工程 該處有電標房位置 該處有電標房位置 現場牽涉有電線起火的情況 現場的樓面面積約100米乘30米 事故中 事故中消防署動用176名消防人員進行撲火和拯救 並動用兩條喉及兩隊煙舞隊 灌救 共吊派了45輛消防車出動 火勢在下午3點05分被包圍 下午4點30分大致被救息 行動中 消防人員共疏散770人到安全地方 另外有40人自行疏散 火警原因尚在調查當中 香港特區政府消防署救護監督劉錦基表示 消防署共吊派58名救護人員和24輛救護車 事故中共13名傷者 目前已由救護車送醫接受治療 在今天的事故中消防署出動了58名救護人員 24輛救護車 在事件中一共有13個傷者 當中有10名人士吸入濃煙感到不適 另外有3名人士受到不同程度的扭傷 他們分別由我們消防署的救護車 送到香港島的3間不同的醫院接受治療 現場 吳有霜呼籲市民在突遇火災時保持鎮定 對現場情況進行評估後採取逃生行動 他建議市民在逃離火場時攜帶手機 鑰匙 絲毛巾等日常用品協助逃生 公眾人士如果在火場現場覺得需要逃離火警現場的話 我呼籲大家可以用逃生三步 包括手提電話 鑰匙和濕毛巾 帶備這些物件去協助他們逃生 鑰匙發財 kayỉ Sage